字幕志愿者 杨茜 前面几集当中简定小学堂都有告诉大家非常详细的报考资格 还有考试的须知 不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重新再帮大家复习最主要的烹调方法 所以如果之前还不是很熟练或者是有些疑虑的朋友们 这一集你一定要注意看 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先来看看这一集的简定小学堂 邱楚楚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重点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简定小学堂的时间了 那这一段呢 比较重要的就是教大家中菜的烹调法 什么是中菜的烹调法呢 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炒 中式的菜肴中呢 最常见的方式 使用比较广泛 用油 然后把它烧热放入食材 调味料以及大火 快炒 翻动 炙熟的一个料理方式叫炒 那接下来呢 叫烧 材料经过煎 炒 炸 略烹调过后 加水或高汤 以及调味料以中小火来烧 让食材透 软烂 烹调法 那接下来就叫做蒸 我们水滚过后呢 将调理好的食材 放入我们的锅内 利用水蒸气的热力加热 让它蒸熟 那接下来叫做炸 将食材放入多量的油里面加热 利用油的热度使用食物在短时间内炸熟成金黄色 这样就可以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爆 将备妥的食材利用大火热油或热汤热酱汁热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的翻炒至熟烹调法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呢 这个是我们的煎 将食材放入少许的油量 热锅内以小火慢煎 至两面上色的烹调法 叫煎 那焖呢 将食材先炒过或煮过 烧过处理 盛饱成品过后呢 再加入少量的汤汁来调味 那赶紧呢 盖上我们的锅盖 以微火煮至汤汁收干 食材软透入味的调理法 叫做焖 那我们这个是焖 食材分别由炒炸煮烹煮的方式 最后呢 再混入我们的锅内的汤汁 调味同煮 最末我们勾个芡 制成的浓稠多汁的一个烹调法 叫做焖 那我们最后一个叫做拌 将生或熟的食材处理过后呢 直接放在各种的调味料内 调味 入味 成菜的时候呢 这个调理法叫拌 你只要勤练我们这90道菜呢 你再炒 烧 蒸 炸 爆等等 包括凉拌 你都会的 你试着做看看 今天的第一道菜要教给大家的是 香菇 会丝瓜 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我们的节目 相信一定对于这个会丝瓜的做法不陌生 之前教给你的是利肉会丝瓜 这一集要教给大家的是素的会丝瓜 先来看看需要哪些材料 香菇 会丝瓜 材料有 干香菇五朵 丝瓜一条 红萝卜八分之一条 嫩姜一小块 沙拉油两杯 太白粉水一大匙 调味料有 盐巴一小匙 开水二分之一杯 味素四分之一小匙 香油一小匙 马上进入到的是香菇 会丝瓜 这个会菜 我觉得它很棒的是可以吃下好几碗饭 是 而且丝瓜的料理 在我们丙集也蛮常出现的 但是这一次丝瓜料理 我会用不同的手法来操作 好的 来 我们从洗涤开始来教大家 好 来 我们现在香菇的部分 我们先洗 香菇我们先洗 把它洗涤之后加一点点水 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蒸笼里面 像这样的 把它泡软再切片 然后蒸就对了 再把它蒸 要切片切好 要切片切好像这样子 要把它泡软之后切片才能蒸 你可以先泡热水泡软切片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蒸 像类似这样子 我只做一个动作 当然这边已经有蒸好了 来 我们这边就来洗涤我们的蔬菜 是的 好 来 丝瓜一样我们把它去皮 这个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去皮刀可以你自己自备 是 在我们简进水小学堂里面也有教大家 好 来 待会这个头要把它去除掉 所以说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好 来 红萝卜把它切片 好的 这个切片没有说限定要怎么样切啦 但是呢 你就是要把它切成片状 好 姜也是一样要切成片状 好 所以它胡萝卜和姜在这里呢就是配色 对 配色 好 姜也是一样把它切片 好 好 来 没有关系 你只要熟记 基本上我一再教大家都是大同小异 只是我们料理的手法不同而已 好 来 我们现在丝瓜呢一样把它对切 对切 然后一开二 一开二 再来开四 好 再来开四 好 你可以第一种方式就是像这样子把它带一下 所以中间的囊要完全去干净啊 对 像这样子 大家会觉得有点浪费 对啊 没办法 考试呢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那妈妈朋友自己在家里呢 大概要去到什么样的程度 妈妈在家里就去一下 对啊 对啊 没有这么讲究 对 因为我们这是考试啊 所以说我会教大家一些的刀工 在家里练习 你可以留下来不要浪费 是不要浪费 但是考试的时候 考试呢我们就是务必要把它取起来 是的 就是这样 这么简单 好 来 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浪费 对啊 那我们最主要考试呢 是要让我们的厨师们呢 能够知道说我们切菱形 或者是我们用草过油种的方式 是 但是呢我们出来的菜色的形体比较漂亮 这样子就才可以卖钱 不能说我们的主厨们叫你说 切我们的菱形 结果你切三角形 或是多边形 那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饼机是一个基本功能 是 那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呢 能够拿到一个证兆 真的是证兆在手 就业就不丑 我们这一次的手法不一样咯 我们这一次的手法就是用过油的 麻过油 麻过油 为什么这一道香菇的香菇会吃瓜 你要过油 因为过油一下就好比我们的青椒 或者是其他的蔬菜过油会比较亮 亮 对不对 是 那一样的工法 一样的做法 来 我们这边已经好了 我们这边先把它拿出来 好的 因为刚刚呢 我已经有一个把它先蒸了 这个是要把它泡软 切片像这样子 好的 好 烤生我们在烤场记得随时注意一下 我们的瓦斯 大概几度的油温 蔬菜类的话 蔬菜类就要稍微高一点点 大概160到170左右 所以说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冒泡 对 然后这边呢 反过来我的胡萝卜 可以稍微把它汆烫一下 这一锅是滚水 把它汆烫一下 来 我们呢 这两杯的油 其实这个油 记得 我们在公共区域都有回锅油 或者是有干净的油 你都可以去拿取 当然规定是两杯油 是 我们的煮烤官呢 老师他不会去看你是两杯或三杯 但是你不可以说炸这一点点 满满的一锅 当然不行 3031就有我们的什么呢 就有我们的鸡肉要过油 是 然后鱼肉 鱼块要过油 对 所以说呢 你可以从蔬菜开始 在过油 比较没有味道的先过油 对 好 好 来 好 这样很快的速度 是 把它过油 主厨为什么呢 蔬菜在过油的时候 油温要比肉类海鲜类高呢 因为它速度要快 你速度油温低的话呢 它会含油 它会含油 因为它里面的纤维质毛细孔比较大 油会吸进去 是 好的 所以油温要比较高 对 好的 好 所以说我们3031这个 你要稍微动头脑一下 要把这一个蔬菜先炸 再来过鸡肉 对不起 鸡肉片 再来就是炸我们的鱼 或者是有其他的 把它先炸起来 好 来 这边呢 锅子里有十分油 然后现在呢 就把我们的姜片 把它放下去 好 来 这个胡萝卜 好 来 这个胡萝卜 所以我们再转一遍 因为这个要炒 是 这要炒 没关系 好的 来 我们现在呢 来开火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像很麻烦 我把它复杂化了 其实没有这样子 因为呢 我们这一个啊 饼齐我会做得比较仔细的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把它分析给大家看 好比呢 你光一个姜片要怎么炒 或者是你要把这个油 怎么样去处理 是 锅子要保持什么温度 其实主厨都讲得很清楚 对 好 来 我们现在姜 把它稍微变一下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的 蒸过的香菇 好 胡萝卜 好 胡萝卜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的 最后丝瓜 丝瓜 然后就要加入我们的调味料了 好的 调味料 转小火加调味料了 盐巴一小匙 盐巴我们一小匙 然后味素四分之一杯 四分之一小匙 四分之一小匙 四分之一杯 味素四分之一小匙 香油一小匙 好 香油一小匙 最后是开水二分之一杯 开水二分之一杯 好的 来 开水我们二分之一杯 记得要用开水 不可以说我们用自来水不行的 好 来 这就是我们的除德 我们在职场做 也是一样 你不能说我们取得自来水比较快 就用自来水 那自来水 反正老师一定会煮开 是 为什么不能用自来水 不 不一定 有些人 比较比较 加冷水加进来 你没有煮沸 你一定要超过100度煮沸 它才会杀菌 其实肉类在75度以上 就会杀菌 水也是这样 有些人它就是水加进来 勾个芡它就走了 对 所以说还是养成习惯了 给客人或是几吃也是一样 我们用冷开水 把它加进去 这样是比较卫生的 好 来 我们现在直接勾个芡就可以了 是 好 来 我们现在这边 加一点点派白粉水 因为所谓烩菜 烩菜就是要有勾芡的动作 对 好的 好 我们这个丝瓜 如果你刚刚没有把那个囊 把它去除掉的话 现在就会暖沟沟 它会很烂 很浓 就不漂亮了 真的耶 你这样子它是很清脆的 我们基本上 我们就是 但是丙级症状大部分都是给我们 一般职场可能做生意 或者是饭店业 我们大部分丝瓜都会这样子炒 所以说这个囊的部分就会去除掉 通常都不要就对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勾芡就是勾个亮芡 薄薄的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 芳瑜有说 我们每一次看老师勾芡 都是把火关小一点点 不要挤 这样子会比较亮 那我们现在把它勾得 稠稠的这样子 能够巴附在我们的 丝瓜 丝瓜上面 香菇上头 对 因为它本身都是刮 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倒也是颜色很多 不需要再盘视了 不需要 来 好的 就这么简单 好 来 完成了 我们的香菇会丝瓜 很香 很下饭 上菜咯 有没有学会呢 没有学会 没关系 我们重复练习几次就可以了 香菇会丝瓜烹调步骤 一 将泡软的干香菇 去除地头切斜片 放入蒸笼 以中火蒸约20分钟 二 将红萝卜切片汆烫 嫩姜切菱形片备用 三 将丝瓜去皮去头尾 切八条 去除囊子后切菱形 过油备用 四 将片 香菇与红萝卜爆香后 再加入丝瓜 以及调味料略煮至滚 最后使用太白粉水勾芡即可 倒下 小太费 滚 小太大 草叶 最后 常 准备 清水 等他 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